台政部推动囤房税2.0 税率是授权让地方政府自定 而为了避免有县市消极来规避税率 导致说同等规模县市但是差别过大 台政部就指出要定立共同参考标准 户数集聚还有税率不可以差异太大 避免2.0的修法打折扣 好另外要来看到的这个是漏水的部分 好昨天台北市呢就下起了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么在柯文哲任内完工的大同区公办都更案 斯文守善设宅就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说 第一时间已经有派员到场来处理 而接下来也会针对设宅问题来进行全面的体检 昨天一场短时间强降雨的确造成大同区斯文守善的设宅 这个发生溢水的情形 当然第一时间我们都发局就有派人到现场去勘察 而且去解决 那我们主要是发生它雨水管的透水孔 溢水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即刻 他们派员去处理了解协助清除漆水 当然最重要 这个问题不管是发生谁的认内 我们面对问题就是积极解决 所以危机请突发局针对设宅的问题 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那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其实不只是斯文守善 包括明轮设宅电梯也出现了雨水渗入的一个状况 所以发生故障 台北市议员陈怡君就质疑说 设宅是在前任市长柯文哲任内完工的 要求要厘清责任的缺失归属还有救责 对此柯文哲表示有漏水就赶快修 而被问到说未来20年有计划要盖几户设宅 他也给出了数字 并且说国家不要幻想说一天两三年 就可以来解决设宅问题 如果有漏水就赶快去修理 当然要看看是哪个地方漏的 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 反正这个房子都有保固级 所以有漏水就赶快去把它修好 其实像因为我实际盖过社会住宅 我大概我认为 大概维持一万户在开工 大概是上限 因为再超过就超过整个 我们台北市政府的这种capacity 不是不能做 就是变得相当的 就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这个社会住宅也 这个也有时候要很诚实地跟国民讲 就是说 你不要幻想一天可以解决 也不要幻想两三年可以解决 但是国家什么事都不做 他就永远不能解决 所以这也是我过去在看我们 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都没有长期计划 都要超短线 这也是为什么大傻币政策在现阶段会最流行 因为做事太花力气了 就钱花一花股贴最快 侯友宜在台中走访基层 并且承诺说 未来如果当选终结栏线 一定要盖 而且要改善台中的空污 要重启核四 研议这个核电厂 让台湾不缺电 好 网络民调也是有七成网友支持的 但是却被绿营的立委赖品于大酸说 侯友宜是核电超人 结果呢就被侯伴挖出来啊 他的父亲是云报能源董事长的绿能大亨 媒体人谢寒冰也建议侯友宜要重启核电的实际做法 要跟大众来说明清楚 承诺当选之后终结栏线一定盖 侯友宜台中走透透 深入了解地方需求 可以啊 来到果园采水梨 没忘记现场媒体亲切请大家吃水梨 侯友宜台中Long Stay 走访基层 喊出选民心声 台中的那个空污 那个媒带来台中的人的健康的伤害 二零四年 五媒的台湾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台中人健康 可以这条保障 这是我们大家的心象 侯友宜来自总统 我来解决这些事情 锁定中部乡亲身受火力发电空污所苦 侯友宜喊出重启核电 台湾不缺电 总网络民调也能发现 高达七十六点七九的民众支持重启核四 网友说电购用而且干净 支持重启核四稳定台湾电网 表态核四重启让立委赖品于大酸 侯友宜是核电超人 结果被侯伴挖出父亲赖净零 是云豹能源公司董事长 是绿能大亨 侯伴质疑难道党道家族利益 那他爸爸当然是绿营背后的大金主 也是绿营捞钱的一个好所在 所以民进党全力要去护航这些东西 你要去让核一到三研议 要让核四重启 你要告诉我们切实可行的办法 而不是喊口号 这是侯友宜自己要去承担起的责任 核电再度成为蓝绿攻防焦点 面对绿营连番之一 侯友宜需正面对决 才能让政策越变越明 记者彭仪德 蔡品红台中采访报导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